翻脸要趁早 一旦觉察到自己的利益被侵害了 一定要当场翻脸 把事情的严路均进行升级 让人知道你的底线 当场翻脸那叫有理有据 事后翻脸小偷鸡肠 当场不翻脸 几个月以后你再去翻脸 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才是麻烦的制造者 比如之前有一朋友借钱 一次两次的爱与面子 如果第十次你不帮忙 不只是前九次白亡 第十次你依然不是人 同理家里边孩子很多的 家里边有事 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 不要独揽权责 一旦复苏久了 其他家庭要认为 默认你就是这个家里边 要包含所有 当你干不动 受不了抗议的时候 其他人只会骂你 不够孝顺 知道吗 最后里外不是 翻脸是 即时不断地试探了你这个地形